抗战初期长沙地处后方 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侧 部分工商户开始内迁 长沙成为主要终点和中转战之一 武汉和南昌会战后 长沙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部急涉于长沙 并急重兵与日军对峙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 我们与清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 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 中国军民用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勇气 谱下了保家卫国的英雄战歌 在月入三祥古岭的一个凉亭中 威然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 长沙会战碑 上面记述了第一次会战中 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勇抗日的碑状事迹 当时日扣以18万之众兵分六路进攻长沙 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忠勇用命 人民协同合为社福取得尖敌三万的胜利 1941年7月7日 第九战区司令部将此碑立于云露宫前平 后来一致限制 虽年代久远 但悲伤的字迹依然可变 独来还让人热血沸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露宫前平的石栏 由19块长2米 宽0.5米的花岗岩石板组成 按序列名刻着5000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正忙的将士英明 敖战的岁月早已过去 看着留下的一个个名字 不仅仅是淡淡的哀愁 更是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1941年12月30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悦 未就进指挥督战 将指挥部从二里排班 迁到了岳露山爱婉亭西侧的洞穴内 成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高指挥中心 就在这个如今被铁门拦住 一团漆黑的山洞里 薛悦团队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劫 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 从这里出土了大量的枕木等构建 战时岳露山上修筑了大量战壕 现在看到的就是遗址之一 曾发掘出薄壳枪、子弹、印章、电话筒等遗物 日久年深 周边落下的土将战壕填高 最深的地方已不到一米 只能依靠景区标识牌才辨认得出 岳露山半山处有一座建于1935年的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 原本用来祭祀因公殉职的长沙警察 会战期间这里成为第九战区炮兵指挥所 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圣立下赫赫军功 战时长沙警察承担了速艰、消防、巡逻、救护伤员、充当向导等职责 发挥了巨大作用 得到了薛岳的嘉奖 44年6月长沙沦陷 长沙警察最后退出长沙城 一部分相约在此会合 然后转战河西、重组警察机关 抗战胜利后 曾在此举行公祭 祭奠抗战中英勇殉职的长沙警察 这也是经历了多大的风 雪下得太大了 然后就把这些树太吹了 然后就断了 根据岳路山对长沙的抗制作用 中国军队一地式在岳路山上布置重炮旅 加上战前 炮兵早已把长沙市周围的地形准确地测量出来 所以在战斗中弹无虚发 给日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连续被岳路山的重炮轰击 吃尽苦头 于是不断派出轰炸机 却一直没能找到确切位置 岳路山顶的炮兵故意用一支电筒伪装成大炮 日击连续投落数十枚重磅炸弹 自以为炸中目标 但他们哪里知道 岳路山的炮火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将黄土岭 修卸所 韭菜园 圣经学校 杜家山 湘雅路的日军炸得溃不成军 可以说 长沙会战的胜利与岳路山上重炮所发挥的威力 是密不可分的 在后来的长衡会战中 岳路山炮兵阵地被日军突袭 致使长沙失守 这里就是当时炮兵阵地的遗迹之一 陆军第四军抗敌阵亡将士公墓 在岳路山茫茫丛林中显为人知 陆军第四军前身为广州军队建国阅军第一师 是国民革命军的始创部队之一 更是北伐的主力 一支骁勇善战的劲旅 有铁军支撑 当年的液挺独立团就隶属于第四军 抗日时 第四军先后参加松户 武汉 长沙等大型会战 作为第九战区的直辖部队 第四军在长沙与小日本展开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殊死搏斗 长衡会战失败 长沙陷落 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失职被枪毙 继任军长欧镇在岳路山建起了这座公墓 如果下雨天更加难走 你好请问前面是去抗战文化园吗 抗战文化园 前面只有一个七十三军公墓 好的谢谢 三四年怎么会是这里呢 这些木可能放不上去 时间不对 这些应该是三四年 什么叫做放不上去啊 三四年打的时候会出 除非这个日期不对 三次长沙会战期间 由三乡子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 第七十三军在长沙外围抗击日军 战火无情 该军所属战边第五师 第七十七师 一百九十三师 十五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 众多官兵壮烈迅驳 因此战后七十三军最后一任军长韩骏 命人修建了这座陆军第七十三军 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按理说应列魂归之所 理应得到妥善照顾 然而公墓在特殊时期却惨遭破坏 只因公墓中除抗战阵亡将士之外 附近还藏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剿供阵亡的国军官兵 以及述通剿供阵亡军人纪念碑 特殊时期中义冠内古黑冠被捣毁殆尽 提克人民被凿去 背作文字也多有毁坏 两千年后政府两次拨款重修公墓 以为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十七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在七十三军公墓右侧 1946年 韩郡在七十三军公墓旁修建此纪念碑 纪念碑背后有三块青石材质碑克 上面是七十七师663位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英明 三通碑克克于1942年秋天 特殊时期被破坏 直到2015年景区休整时才重见天日 纪念碑右侧 有一座貌似月坟式样的墓葬 墓碑上殷克田广真墓 这位田广真的真实身份 是整编七十七师师长田军建 他是毕业于中央军校高教班 和陆军大学特别班的高材生 四五年的湘西会战 七十七师奉命在湖南新化一带 祖基日军西晋 田师长亲率三炮连一个牌 随该师主力团前伏敌军前沿之 浴血苦战与日军拉锯争夺六次 组织反冲锋十四次重创日军 在解放战争莱雾战役中绝望自杀 其子以田广真之名 将其安葬在月露山七十七师纪念碑旁 露山忠烈祠 位于月露山赫石坡下 原为月王庙 1939年改建为第四陆军阵亡将士露山忠烈祠 主要是纪念三七年松户会战中 阵亡的第四陆军相级将士 此前曾有纪念牌坊和纪念塔 如今已不存在 特殊时期遭受严重破坏 后来一度荒废沦为胡师大的仓库 因为时间有限 月露山上还有很多制式的墓葬 未能探访 有机会再续了 如果喜欢 务必三连哟 主页还有更多有趣的地方